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机器学习一个比较核心或者是比较本质的东西一个优化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 就是说咱们之前说了一下这个机器学习的一个本质吧 咱们要不断的给机器喂一堆数据 那机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它是不是一步接着一步学的 不可能说我一步登天吧 一步拿来我就把所有东西都学好了 它是有一个迭代有一个优化的过程的 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咱们的机器它是不断优化 优化什么优化这个C的参数 咱们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算法都说一下 我们最终是想找出来这些参数吧 找出来什么样的权重参数 最好的能够表达这个模型吧 所以说我们就要优化找出来最好的一个C的 C就是说一开始C它是可能等于一个值 比方说它是等于8的吧 然后呢我优化一点 第二次它等于6第三次它等于3 然后一开始让慢慢变成了2.7啊2.6啊 不断的往一个最好的值 比方说2.5去接近的 它是有啊这样一个过程 而不是说一开始咱们就直接就能够把这个C它是求出来的 所以说咱们要讲一个优化的问题 咱们来画一下 这点还是拿咱们的这个参数来举 咱们那个JC来举例子 现在咱们就好比啊有这样一个东西叫做JC 这个JC呢就是咱们要带优化的一个函数吧 我希望这个JC的值它不是越小越好吗 那我现在我就给这个JC我画一个东西 假设说这个JC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好像是一个山 那么咱们这个人山上有一个人 人就是咱们 咱们可以把咱们当成是这个C 就是这个人它就是这个C的参数 那是不是说我现在要让这个C的值啊 C取什么值能让这个JC越小越好吧 假设说这个JC就是像这样一条山似的 我是不是说我现在当咱们现在这个JC它是在这个点 我希望我最终的这个JC它是接近于一个最低点吧 假设说这块这个山后面不画了 假设说这块有一个最低点 我希望这个C能够到达这个位置 因为到达这个位置的C对应于这个JC的值 它是越小的吧 就好比于这样一个坐标系啊 这样一个X轴它是表示C的 这个Y轴呢它是表示着这个JC的 我们希望找出来什么样的一个C能够使得这个JC最小吧 那么这个过程相当于什么 这个过程是不是相当于咱们在下山呢 我这个人我要往山下面去走 那怎么走呢 首先咱们提出来了第一种方案 就是说你不是要往山下走吗 我不断的去尝试呗 咱们来看啊 现在咱们说的这个C是咱们取利 它是一个E为的 但是呢我们想一想 假设说你输入特征多了 假设咱们的X 有一个X1一直到X10 咱们有10个特征的时候 是不是说有对应的一个C的E 一直到C的10与之相对应啊 那咱们有10个C的时候 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个坐标系是什么 这个坐标系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实维的了 实维的咱们不太好画 咱们可以先这样理解 把它假设成一个多维的 假设成一个多维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有这么多个小方向 有C1一个可以往一个地方前进 C2我也可以往一个地方前进 C3我也可以往一个地方前进 那么我是通过这些C的一个组合 比如说它是一个实维的坐标系 我在实维的当中去前进那么一步 那么关键问题又来了 这一步我该怎么样进行一个选择呢 怎么样选择这样最好的一步 咱们才能下去这个山呢 这回大家就会想一想了 我既然是下山 那山来说它是有一个坡度的吧 我们看山它是有一些坡度来组成的 那我好像来说我一会往左走 然后一会往右走再往左走 我随便的乱走 没准能下雨这个山 或者说我一点点尝试 看看哪次尝试能够使得我每次的海拔越低一些吧 这些其实呢都是一些解决方案 但是呢什么样的方案最好呢 我们来看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提出这样一种要求 咱们不光要下这个山 而且呢你要下的速度越快越好 咱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来这样最好的seat1到seat10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山 比如说在这个点 这个点来说它是不是有一个坡度啊 咱们下山的时候是不是沿着一个坡度去下山 咱们下的最快呀 这是一个坡度 比如说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坡度去下 第一次在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标个A吧 这是第一个位置 第二次呢 假设咱们现在下到了这个位置 它就是一个B 那么下到这个B位置之后呢 我是不是说我再沿着它的这个坡度 我再往下走啊 那对于每一次来说 我都是沿着它的一个坡度去走 沿着坡度去走 是不是说咱们下山下的最快 而且肯定是沿着一个下山的趋势去走吧 因为我沿着下的一个坡去走啊 咱们下的快 而且是朝着一个下坡的趋势 那么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有个学名叫做梯度下降 什么叫梯度呢 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坡 咱们沿着坡走 这个坡它就是一个梯度 那么下降呢 咱们要沿着这个坡往下走 所以说咱们接下来啊 提出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啊 咱们要用梯度下降的思想 去求解这个JC的 而不是说直接把这个JC的求出来 要优化 一次一次往下走 第一次在A这个位置 第二次在B这个位置 第三次在C这个位置 通过每一次咱们一点一点往前前进啊 咱们再找到一个C 能够使得这个JC的值最小啊 这是咱们的一个目的 那么关于咱们要做这个目的啊 咱们还得想另外一个问题 梯度下降 为什么说这个T度是下降的呢 因为啊 咱们在这一点我们看T度是怎么求的 T度肯定是求倒嘛 因为这个点这个坡度就是一个切线嘛 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JC的进行一个求倒吧 那求倒完之后是什么 我们求倒完之后 它是往上的一个方向啊 就是说它是一个T度的反方向 它是一个T度的上升的方向 但是呢 咱们是要往下走 所以说啊 咱们把T度求了一个反方向 它就变成了一个T度下降的问题 那么现在关于这个最优化问题啊 先给大家形象的来解释了一下 咱们把T度订成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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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度订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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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度�